修行多需要灌顶 那么灌顶的这个如何观想 如何受灌 如何得灌 这个都是灌顶的仪轨 如何这个念诵 如何观想 如何用你的意念 如何这个 做灌顶的这个种种的这个仪轨 通通要清楚 所以这个叫做实事 修密教是比较困难一点 单单这 刚刚开始这实事 你通通都要清楚 你看我们那个 那个显教的法师就比较简单 讲要他什么修行 你念佛 念佛吧 怎么明白这个 佛的道理呢 你去看经吗 你如何修行吗 你念佛吗 就是两样 明白佛理 你去看经 你如何修行 念佛 就是这样子 那密教不同呢 你也要当地理师 你要懂得 你要选择地 你要选择地点 单单他这十样 每一样都有很深的意义 在以后会谈到 我们翻过来 第四十八月 这个后面一段的四部有四种系 也是讲 这个四部法里面有包含 也四种层次的 庙备问经 以佛莲花金刚三部 天神财神 世间六道种性 密咒事业差别 尘世之方便 这里面就分成四个 一个就是佛部 莲花部 金刚部 所谓天神财神 世间六道种性 密咒事业差别 尘世之方便 全部包含了结磨部 所以这也就是 四部有四种系的这种说法 那么 这里面呢 他最后呢 有讲到 后面第三行 这一段后面第三行 此可设为四类 设为四类 就是说 你研究啊 这十 四部里面呢 这十密教的十支 也就是十个要项 可以讲起来啊 又把它总设为四个作用 第一个作用啊 成熟修到法器灌顶类 这是讲灌顶的 这个作用是讲灌顶部 就是说 当然像我们这个金刚上师啊 都要知道的 你所受的灌顶要如何去灌顶别人 那么别的弟子如何来接受灌顶 这双方面呢 包含着一种成熟 也就是 你当金刚上师的明白种种灌顶的仪轨 作为一个弟子的 他是不是在这个法上已经成熟 可以接受灌顶 明白了这个法 才接受灌顶 所以这里面都讲成熟 那么灌顶啊 法器很多 密教的灌顶 所有的一般的手印都可以灌顶 所以有一切的法器都可以灌顶 所有一切的事物也都可以灌顶 那么包括了本事也可以灌顶 他的本事也就是三妹亚都可以灌顶 那么最主要的灌顶呢 已经 我常常讲的就是金刚灵 金刚处 灵跟处的灌顶 另外呢 就是平灌顶 平灌顶 那么宝观灌顶 跟明灌顶 这五个灌顶 都是在密教里面 很重要的灌顶 就是处 灵 平 宝观 明 这五个灌顶 这是最主要的 另外在层次上 次第上的灌顶 一个是本尊 本尊灌顶 再来就是内法灌顶 再来无上密布灌顶 再来是大圆满灌顶 这也叫做四灌顶 这是层次上的 另外很多的这个法器灌顶 这个仪轨 你都要清楚明白 单单在灌顶方面的邪问 就非常的深 你说要给人家灌一个 这个是几倍 六倍 我们是这个白马哈嘎啦 白马哈嘎啦 是六倍 六倍 这个大黑天 白身的 它是做什么用的 你要知道 你要明白 你不能当上师的不知道 当弟子的不知道 就随便给他灌顶 当弟子的 他本身 需要这个求福 福分 这个白色的六倍大黑天 它组长第一个福 福分的福 第二个 它组长寿 长寿的寿 所以福寿 它都组长的 所以有人要求寿 或者求福 你才可以给他灌顶 这个六倍 白色大黑天 马哈嘎啦 它的灌顶 它有它的意义存在 那么当这个 金刚上师的 要施灌顶以前 他要修这个法 要修这个 六倍大黑天 白色的法 修完了法 观想自己变化成为白色 六倍大黑天 然后再给弟子灌顶 有时候我们观想这个 做莲花生大事的灌顶的时候 自己要 金刚上师要自己修 连法生大事的法 这个修完了法 然后再观想这个瓶里面 大事 进到瓶中 再变化成为 咒日 再变化成为法流 法辱 再给人家做灌顶 这个才何乎以轨的 有很多弟子不明白 在问世的时候 师尊我要灌顶什么法 师尊我要灌顶什么法 他这个 很多的 很多的灌顶 我一看 哇 十几个灌顶 就是要在那个 问世当中 马上就要求灌顶 这个都是不对的 都是不对的 但还好 师尊本灵还不错 能够很快的 用意念去设招你要灌顶的本尊 来自行变化成为本尊 以后给你做灌顶 我还要念咒 还要做观想 还要用意 还要用口 用自己的身解手印 还要观想 他进入这灌顶盘中 或者是降在灵上 给你做灌顶 这个都是很重要的 像这种事情 本身来讲都是非常重要 必须要双方面 都要明白 了解 当弟子的也要了解 当上师的也要了解灌顶 而且所用的灌顶法器要清楚明白 所以现在有人不知道 反正好灌顶吗 这个拿着水龙头也可以灌顶 不是水龙头 霍树供 多少人 哇 好几千人要灌顶 可以啊 用个霍树供 消防车的那个霍树供 用水洒出去就好 对不对 好像小孩子玩水